在小组很重要很重要是组长的耐心 为什么呢? 因为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第一,他们可能不稳定的参加小组 第二,他们有很多个人的问题 其实组好像牧者 在牧羊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 所以很多组长会失去动力 觉得很难做 所以他们需要有动力 就是说我所做的神喜悦 我能够是非常好的 我所做的虽然后果不是效果 好像我想的 但还是我所做的神是喜悦的 我可以想怎样改善 但不要因为这个困难 我就失去动力 灰心 这个需要照会不停的支持 需要有务须传道领袖 去有组长的机会 组长的机会去鼓励组长 让他们分享他们在带领小组的时候的困难 其实在小组运作中 有这个组长的组长的小组 这个可能不需要每个星期都有 这个可能一个月一次 这是照会的领袖带领组长 去有些鼓励的信息 也请他们分享他们的困难 然后怎样处理 然后组长也需要有一些个人的时间去帮助 有一些辅导 组员帮助他们处理生命 或者去跟从神 个别的帮助的时间 所以是有额外的时间 在小组以外 另外最好有一些活动的时间 小组有一些活动的时间 另外小组另外有一个危险 小组教会有一个危险 什么危险呢 这个组长需要对教会忠心 觉得建立这个教会很重要 因为有些组长怎样做了 他带领了几个组员 他们都很喜欢他了 他们跟从他比较 跟从户序更多 慢慢他们就说 我们不要换教会了 我们去你的家 做聚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危险 有些组长就将一些人带离开教会了 所以需要 必定要领袖 建立与组长的关系 他们觉得有这个归属感 被认同 被欣赏 他们的侍奉心很重要 他们也得利 在教会中得利 他们被肯定 他们在进步 他们就有动力停留在这个教会 其实任何教会想增长 都必定带领的人 必定与人有建立关系 让他们觉得被关心 被建立 也帮助他们处理问题 如果领袖不能做到 他就需要训练不同 能够更进教会里面的人 可以在小组里面更进 能够帮助他们 这样的话 人就有贵属感 教会才会 站立得稳 而且挣扎 否则有其他的教会 他们就很想 他们这个教会更好 我就去了 离开了 就没有贵属感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需要危险的 这个必定要建立好 才能够做这个小组的教会 在过程中 都是组长都被觉得被肯定 有发挥的机会 他们觉得在带领小组的时候 他们被肯定 他们是生命发挥的 这个的确是一个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